从前从前在东晋时期 当时的丞相谢安 来自当时的贵族谢氏家族 有一年冬天户外正下着大雪 谢安看着大雪纷飞 就把家中晚辈们聚集在一起 准备和他们谈论一些文章中的道理 讲着讲着突然雪下得更大了 大雪让谢安的心情非常好 趁着这个机会 他就问坐在底下的晚辈们 你们看这纷飞的大雪像什么呢 橘子谢朗强声回答 将盐撒在空中 盐巴落下的样子很像这场大雪 子女谢道运听完堂哥的比喻后 摇摇头说 哥哥你这样形容并没有很恰当 不如说这场大雪像极了柳絮 凭借着风势飘飞的画面 虽然听完谢道运的比喻后 不禁开怀大笑 想不到家族中出现了 这么一个有才华的晚辈 后来我们用永续之才 比喻能做诗文的才女 而这个就是永续之才的典故由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观看